有时候发现狗子叼的八哥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它还是不敢放下八哥 然后我赶了它一会 最终它还是把八哥放下了 但是我捡起来的时候 八哥已经完全没有生命迹象了 它的胸口这里被咬了两个洞 其他地方没咬 就这里咬了两个洞 就像是没了 哪个小屋 让你俩见最后一面 最后再陪一下它 他怎么着它 拿去买了吧 看着太难受了 最后再陪它一下 你着它干嘛 它已经走了 别捉它了 放开它了 别捉它了 它已经走了 它应该是想喊它起来 跟它一起 别捉它了 别捉它了 你看到我眼泪都快丢出来了 是不是你带它在外面的 是不是你带它到外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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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初次 我眼泪说 你心心 好了好了好了 放开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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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经走了 别再捉它了 它应该是想叫它起来 小吴是母鸟 养了七年了 它还是公鸟 养了六年 它们是去年配对虫公 虫了一队的 它繁殖出一窝小鸟飞走了 今年一开始下单再服了 马上就处小鸟了 没想到处意外了 两只我都是放养的 它还平时就在家门口的树上玩 它很少跑到外面去 今天可能是小吴带它到外面去 所以就被咬了 它们是跑到外面的田里被咬的 它还因为肥不了 所以它被狗咬了 看它的翅膀 这些飞翼都是它自己拍断的 有人说是我剪掉的 我剪它干嘛呢 它是我从小养大的 它是不会飞走的 跟小吴一样 没有必要剪 都是它自己拍断的 就是太熊了 它经常捉我 把自己的翼毛拍断了 这边也是 两边的飞翼都 被它自己拍断 飞不起来 就是因为飞不了 才被狗捉到 平时它一般就在门口的树上玩 哪里也不去 今天怎么要跑到外面去了呢 应该是小吴带它出去的 我给了它们自由 同时也给了它们很多风情 也许这就是大自然的送成法则吧 有得必有失 小吴要跑回来复旦了 把它看一下吧 再过几天就出小鸟了 这五颗鸟蛋就是它俩的爱情结晶 它还有留下的基因 希望它能顺利扶出小鸟来 它还一路走好了 如果有下辈子 我希望你还能做我的小副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葡萄杆 带着路上吃吧 走好了 把它葬在了这棵房石柳树下面 因为它平时就跟小吴一起在这里玩 小吴也经常跑来这里玩 可以偶尔陪一下它吧 小吴也经常跑来